纽约时报 美国在中国的后院变得谦卑 华盛顿正在学会适应百年变局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纽约时报2024年6月13日专题评论文章 在中国的后院 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更加谦卑的超级大国 美国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亚太地区 向其盟友发号施令 相反他更愿意成为队友并且分担责任 有人问怎么看 美国在西太平洋撑不下去了 美其名曰的说变得谦卑 真实情况是把地区安全外包给所谓的盟友和合作伙伴 自己要么躲在后面拱火 要么让盟友去填线 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全身而退 言外之意 美国自己跑了 但是让更多的伙伴和盟友成餐桌上的一盘盘菜 虽然表面上宣传的天花乱坠 说咱们一起合作 你也可以成为玩家 主宰这个世界的命运 但是真实情况呢 在餐桌上吃饭的还是那几个人啊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中国 另外一个是俄罗斯 至于美国的那些盟友 早就成了美国的一道菜啊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 从标题上看 从发号施令到合作伙伴 队友谦卑让我想起了两句名言 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 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 要是讲一点理的话 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非常应称今天的场景 还有我们走后 他们会给你修学校和医院 会提高你们的工资 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 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 而是我们来过 美国为什么在亚太地区变得谦卑 为什么不在居高临下 向盟友发号施令 为什么愿意与盟友分担责任 因为中国的复兴 正是因为中美的实力均衡 才有了美国谦卑的态度 不是因为美国变成好人了 而是时代变化了 美国如果想活着 保住自己的利益 就必须要适应环境 适应什么环境 因为中国复兴而产生的 多极化事件 或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文章开场 作者描述了可能的七国集团峰会 美国代表表情凝重 因为他们的一块心病 有关未来的一个世纪的美国命运 亚太局势 在前一个星期的香格里拉峰会上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 过去美国的一家独大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要面对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事件 美国的行为逐渐退到后台 让盟友在美国的协助下去承担各自的责任 也就是说把盟友推到台前去填线 然后美国自己躲在后面 如果可以帮助的话 稍微象征的帮助一点 不能帮助 马上开始跑路 这就是美国正在做的 但是美国现在还在做什么呢 就是拱火 比如说通过奥库斯给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 与韩国进行核武器方面的研究与规划 与印度共同生产航空发动机 与太平洋岛国分享情报 给日本军事力量松绑 美国最想看到的亚洲的乌克兰 不惜搭上自己民族的前途 也要帮助美国去阻挠中国的发展 可是真实情况呢 对近一百多名印太地区的退休官员调查中发现 未来一百年 美国在亚太和印太地区不再具备主导的力量 美国的地区伙伴更直接 他们正在看到一场全球性质的重新洗牌 美国被迫要做出改变了 作者总结称 美国正在适应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美国需要一个更加谦卑的姿态 与盟友进行合作 有人问如何理解 从亨利基辛格均衡势力理论 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美国的应对方式正在伴随着区域力量的变化 而进行自我转变 因为新时代有新时代的玩法 假如美国不会适应 大概率会被历史淘汰 正是因为中国的崛起与复兴 使得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 美国为了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 需要更多的合作伙伴 因为中国提供了另外一套选项 美国必须要放低姿态 把自己卖个好价钱 这就是美国被迫做出的选择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东南亚印度等地区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独立 已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行为方式 按照新加坡学者马凯硕的话 21世纪的亚洲各国不再受制于西方 不再迫于强权的支配 而是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他们可以选择中国 当然也可以选择美国 到时候看谁可以提供更优秀的公共产品和发展机遇 而中国的复兴让这些渴望自主的东南亚国家看到了希望 哪怕是两头通吃也是一种选择 因为在美国单极霸权的时代 就连这个选项也是不存在的 所以为了争取更多的合作伙伴 美国不得不学的谦卑 如果他不谦卑他行吗 作者接着说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在衰落 首先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达到了全球的35% 这还仅仅是汇率产值 在军事领域 中国在海军造船和高超音速导弹方面遥遥领先于美国 中国的生产能力是随时可以扩军备战的 而美国却没有这个能力 在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 国内政治撕裂 越来越多的人不支持对外干涉 尤其是美国的共和党 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失败了 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在亚太地区 是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者 一名来自日本的高级情报专员总结 美国已经不是20年前的那个美国了 所以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必须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属于自己的未来 作者也认同这一说法 美国也似乎正在改变策略 首先兵力分散部署 为了避免在战争时期被团灭的风险 其次与盟友进行全领域合作 并且强调合作 目的是让盟友在前线顶着 自己在后面看着 但是最关键的是 这些所谓的盟友合作伙伴怎么看美国走向谦卑的这一变化呢 对于这些美国的传统盟友和潜在的合作伙伴来说 美国的谦卑是一种示弱的表现 根据一位印度官员说 美国可以合作 但不要指望什么 因为他靠不住 东盟的一贯作风与中国和美国同时搞好关系 充分利用两者矛盾实现最大化 也是体现在这一领域 这也是美国反战学者沃尔特里普曼批评杜鲁门 遏制战略时所强调的噩梦景象 这个所谓的合作伙伴他们口头上会说遏制苏联 现在遏制中国 因为他们想从美国这里拿到好处 一旦让他们出力 最后还得依靠美国自己 很可惜 现在这个噩梦又在东南亚印度重新上演了 只不过二战之后美国的工业产值占世界的百分之六十 如今美国的工业产值还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 是谁也经不起这种消耗啊 作者在结尾强调 虽然美国正在衰落 大不如前 但是依旧可以依靠盟友 投资还是值得的 美国虽然撕裂 虽然混乱 但是对于美国的这些盟友来说 是不可或缺的资源 有人问怎么看 大野猫认为 美国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这些盟友之所以认为 美国不可或缺 是因为美国还有可利用的价值 还可以榨取大量的利益 等到某一天美国不再拥有价值 他们这些国家 指的是东南亚东亚和印度 会与中国一起 把美国从西太平洋赶出去 当美国走向谦卑的那一刻 自己的虚弱也随即暴露了出来 既然要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请认真适应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请订阅一下 请订阅一下